那么自从重庆的银官雷正复的不雅视频被曝光并引发轰动以来 中共官场就开始不断的爆出类似的丑闻 一时间无数的大小老虎们纷纷因为情妇而落马 使得情妇反腐一词迅速的在网络上大热 日前因为举报雷正复等高官而受到高度关注的人民监督网的创办人朱瑞峰 又再次爆料上海的铁老大龙京的性丑闻 而且淫乱程度比雷正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他包养的情妇就多达47人 据人民监督网近期报道 经记者朱瑞峰调查取证 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长期包养数十名情妇 并与数百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其中至少有三名情妇为他产下私生子 生活极度荒淫迷烂 朱瑞峰在公开举报龙京的同时对新唐人表示 他的手中还握有大量的照片视频录音等资料作为举报证据 这些证据大都来自铁路局内部的知情人士 这是龙京的政治对手 把这个爆料提供为我的 一位铁路局的局长 可能是他们通过黑客吧 通过进手段给龙京用QQ聊天 然后装扮个女孩给龙京聊天 然后呢 把电脑的这些照片呀 裸照呀 信息呀 通信录全部都考出来了 非常详细 今天龙京QQ聊天的记录 我拿过来 光龙京的QQ号大约20多个 专门跟你聊天了 据了解 龙京市江西永新人 曾先后担任南昌铁路局副局长 西安铁路局局长 上海铁路局局长 直到2011年 因723温州动车事故被免职 令人震惊的是 这位铁老大包养的情妇竟然多达47人 这些情妇年龄身份各异 从学生到小贩 从电视台主持人到女商人 年龄跨度从70后到80后 甚至打破了以落马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18个情妇的记录 20多年来 龙京和他的情妇们足迹遍积江西上海等地的各大宾馆 酒店 歌舞厅 桑拿 洗浴等娱乐场所 对此 铁路系统内部汉地里都称呼龙京为种驴 播种机 朱瑞峰透露 除了为利益而自愿献身给龙京的女人 龙京的后宫主要由他在铁路系统的下属提供 例如 龙京在南昌 西安 上海等地铁路局任职期间 多个铁路局路段下属 为了讨好龙京从而得到提拔 投其所好地上供了大量的女人供她淫乱 多年来 被龙京玩弄过的女人不下数百人 此外 人民监督网的报道中 还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龙京淫乱的生活没能瞒住她的妻子 龙京的前妻姜女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姜举报电话打到了时任铁刀部部长刘志军的办公室 没想到 反而因此受到了威胁 为了压下丑闻 龙京采用了监控 游说 恫吓威胁等各种手段 终于使前妻放弃上告中纪委 但是 这段风波确告的铁路系统人尽皆知 铁老大龙京的荒银丑闻被曝光后 再次引发民间议论 有人感慨龙京土皇上般的生活 有网民为中国铁路系统的黑暗而感到愤怒 也有观点指出 龙京仅仅是无数中共官员的一个缩影 只不过因遭到政治对手的报复而被曝光于众 其实 那些真正拥有庞大后宫的中共官员们 至今仍然享受着左拥右抱皇帝般的生活